长在大树中的自行车 距离地面整整1.5米 来历始终是一个谜团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这里除了形形色色的动物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在美国瓦深岛的一处森林中 一棵红山树竟然长出了一辆自行车 看起来已经和大树融合在一起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辆自行车悬挂在距离地面1.5米的地方 是一辆儿童自行车 看起来已经秀极斑斑 神奇的是 这辆自行车并非后期插进去的 而是在大树很小的时候 就和大树长在一起了 传言这辆自行车 距今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 关于这辆自行车的由来 目前网上流传着很多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说 这辆自行车是一个小男孩留下的 关于这辆自行车 还有一个十分凄美的故事 1914年 一位小男孩被征道去打仗 临行之前 小男孩将自己心爱的自行车 拴在一棵树旁 但不幸的是 小男孩在战场上牺牲了 他再也没办法回来取走这辆自行车了 时过境迁 误患心仪 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辆自行车就和大树长在一起了 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这辆自行车 也成了对阵亡小男孩最好的纪念 这个故事来源于一本儿童书籍故事 但是看起来有不少漏洞 其一 美国1917年才参战 其二 这种自行车 适合10岁左右的孩子 这个年龄段也不会被征兆入伍 另外一种说法是 一位小男孩的父亲去世了 于是 一位小女孩送给小男孩一辆自行车 有一天 小男孩告诉自己的妈妈 自行车弄丢了 几十年以后 有人在1.5米高的树上 再次发现了这辆自行车 现在这辆自行车 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也成了很多旅游爱好者的打卡地 总之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自行车能够完美掌进数里面 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巧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